我想請你繼續專注在你的呼吸上 一呼一吸 而每一個呼吸都可以幫助你更加放鬆 同時也幫助你更加專注在自己身上 我相信隨著你現在的放鬆狀態 你可以感受到你現在慢慢進入自己的潛意識 察覺自己幫助自己 喂喂喂 大家醒醒吧 不要被人催眠 美國心理學會定義催眠是一種很專注的狀態 它減少了我們國策周圍環境的資訊 同時增強了對建議的反應或回應 做催眠其實我們每一天都是在經歷 很集中去看一套戲的時候 我們好像很代入了那個角色 或者很投入那些劇情 其實這一種已經是屬於一種催眠 直入式廣告 其實都屬於一種叫做暗示式的催眠 我就希望普遍的人都不要對催眠有迷信 因為催眠其實只不過是一種狀態 如果催眠治療就是一種很正規的心理治療 不少人都會用催眠來解決問題 但坊間對催眠都是你有你講 他有他講 就等Kenji來為我們拆解五大迷思 他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個案可以看著一件事 從而可以集中或者入一個狀態 可能用一支筆或者叫個個案集中看著我們的手指 其實效果都是一樣的 拍手指之後其實這些都是視覺效果 作用性都不大 前世催眠確實是可以令到一個人有一個場景或畫面 我們是很難去證實是不是真的他的前世 如果那個前世有畫面 其實可能是我們潛意識堆砌出來的場景 因為有些人是會很喜歡或者很追求進入 看到前世自己是怎樣的 前世有什麼問題 但是他會有一個跌入的就是 他從來沒有解決他今世即是現在的問題 可能看到事情 但是對治療的效果性高不高 我們就有相確的 很多人會說催眠會操控到人 或者會控制到人 其實真實是不可能的 但是暗示可以影響到人 可能有多一個想法 如果那個暗示和他的價值觀 和他的現實是相差太遠的話 其實他也是不會有一個效果 他的心態是很強 但他在現實中是做不到 其實這些無形間 慢慢這些暗示就會失去 其實是不可能的 我們是令到他在不停打轉的記憶裡面 拉出來 想起他現在有什麼好 或者有什麼想法新的改變 而不希望他繼續在那段記憶上沉淪 也不是令到他忘記那段記憶 是絕對醒得起的 因為如果他入催眠狀態 他只不過是很集中 但其實他從頭到尾都很清醒 很清醒 即使他可能放鬆到睡著了 他跟我們平時睡覺一樣 你睡著了 拍醒就叫醒 說了那麼多 是時候讓記者親身上鎮 感受一下催眠的威力 很好 這個石頭可能慢慢浮現一些字眼 這些字眼是你 告訴自己 或者鼓勵自己的詞語 我想問有沒有浮現到什麼字? 開心 開心 還有沒有其他? 堅強 記住這個畫面 記住 這個是你潛意識 給你的鼓勵說話 給你的詞語 單間數到五的時候 你覺得可以的話 隨時打開你的雙眼 覺得仍然不可以的話 做多三至五個深呼吸 幫助自己打開雙眼 亦都完完全全地清醒 五 Tangry 我剛剛做了自己第一次的催眠治療 你叫我去找一個石頭 之後想一些字的時候 我是有點眼濕濕的 那一刻其實有些情緒出現 很想爆發 看到字 你可能都未叫做爆發 但我可能叫你潛意識給你一些說話 咦?原來那些是你自己沒有遺疑過 或者是你現實 可能我是需要開心 或者我要比自己更加開心去做事 或者去面對人生的時候 那這些就是自己給自己的說話 嘩!記者事緣都眼濕濕 身心都放鬆了 你是不是都心動動想試一下催眠 不如先試一下自我催眠 立即跟Kenji學習兩招吧 第一招呼吸法 我們集中在自己呼吸上面 可能一呼一吸 但同時自己做的時候 提醒自己 每次呼你的肩膀都會放鬆 吸可能吸一些新的能量 然後可以做五次或十次左右 像一呼一吸的動作 即是專注下去的時候 其實你慢慢都已經是一個自我催眠 同時你可以呼的時候 下暗示或建議給自己放鬆 呼的時候 可以拿一些我上班加油 我明天精神一點的暗示給自己 第二招光球法 當你一呼一吸的時候 你可以同時在你的頭頂上 想一個光球 這個光球可能是乒乓球的大小 什麼顏色任你選擇 集中在自己呼吸和光球上面 然後這個光球由你的頭頂到你的腦 同時記得提醒自己 這些光球是會給自己一個正能量 也會給自己一個放鬆的感覺 有光球 覺得完全走過一次 那你就可以慢慢做三至五個深呼吸 然後打開你的雙眼 Kanji提醒 自我催眠的時候 不單止令自己放鬆 亦都可以給自己一些建議 在睡覺之前做自我催眠 亦都有助入睡 而長久進行 成效會更加大 請訂閱果子 還要按鈔 按邊的鈴鐺 再按鈔 用字傳掣